美国经济开始复苏 修顺作为近几年来 全美经济最好的发展城市之一 给投资人带来了许多投资机会 针对海外投资人 如何避免在房地产市场投资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美南银行再次联手 美宁证券赵海英女士 举办主题为 房地产投资全球化和专业化途径的讲座 将于本周六7月12号上午的10点 在美南银行的社区服务中心开讲 近年来 修顺的房地产市场非常活跃 如何使小投资者投资大型房地产专案的愿望成为现实 小投资者如何参与大规模商业房地产投资机会 使所有对房地产投资有兴趣的投资者 不受到资金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 都有机会参与房地产投资 在过去 对于海外的投资者而言 很多有兴趣的投资房地产市场的人 存在由于对美国投资环境不了解 没有办法直接参与管理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针对海外投资者 如何避免在房地产市场投资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使房地产投资更加灵活和多样性 同时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率 方便新移民或是繁忙的专业人员 在享受房地产稳定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 又不需要花钱请人或者是自己管理 在美国这个高度证券化的国家中 您可以选择流动性 不受限制的房地产信托基金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月12号上午的10点到11点45 美南银行再次和社区多次举办专业讲座的 上海同乡会来自美宁证券赵海英律师合作 将就上述的问题和房地产投资 全球化和专业化途径 进行简单明了的讲解 讲座地点是美南银行社区服务中心 主题是房地产投资的全球化和专业化途径